女嘉宾 张女士 26岁 同样来自武汉 舞蹈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四年多了 大学同学 是吧 对 是大学一毕业就结的婚 对不对 对 谁提出的结婚 他提出的结婚 你提出的结婚 对 我跟他提出的 我觉得我们当时感情 已经到了一定的火候了 然后双方家长父母 都特别看好我们 所以我就想趁早结婚 当时你也想结婚吗 当时不是很愿意 当时不是很愿意 你们俩说的好像两件事 你说火候到了 他说不是很愿意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我们以前的时候 在一起的时候 感情真的特别好 有一年冬天的时候 就特别冷 他就会准备两个卵手宝 一个就会上课的时候 会递给我 然后下课的时候 就会递给我另外一个 就是细节方面 做得特别到位 然后我就觉得 我可以把我这一生 就交付给这个男人 结婚之后 很快就有了一个宝宝 是不是 是的 对于宝宝 你们当时是怎么能规划的 是一个突然的惊喜 还是意外 我感觉挺意外的 因为当时我还接受不了 这个事实 因为我当时才毕业没多久 没有稳定的工作 自己还支撑不起这个家庭 所以当时不是很勤勉 要这个孩子 那应该是女生特别想要 是吧 对 男保女保 男孩子 现在得多大了 现在有三岁多了 有了孩子之后 这男人怎么样了 他特别不成熟 对家庭没有任何的责任感 没有担当 对孩子也没有怎么管过 那谁在管啊 我自己带到了一岁多 后面我妈妈带到了两岁多 然后孩子再长大了一点 就是由他妈妈在带 这是属于接力带是吧 对 你在干嘛 我那时候有工作的 然后他的脾气也不是很好 总是因为一碟鸡毛酸皮的小时发脾气 因为当时我确实做了一些过分的事 比如说呢 就是当时他生孩子 就是我可能比较烫丸 然后半夜的我就跟着我朋友跑出去玩吃的 然后他就说我生孩子的时候 不陪在他身边 好 那后来孩子出生你见到了吗 见到了 我白天是在医院里面 白天在 对 那是晚上生的 白天生的 白天生的 白天我一直都在 然后就是晚上 我看他们休息了 我就跑出去玩去了 玩什么呀 上网打游戏 这时候孩子也三岁多 能原谅吗 已经原谅他一千回了 孩子他应该一点都不管对吧 这么一听下来 对 就从怀孕的时候到现在 他都基本上没怎么管过 基本上我们俩的状态是 早上出去了之后 然后晚上回来就睡觉 基本上两个人没有什么沟通的时间 我看资料 您是舞蹈老师是吧 对 他是自由职业 对 这自由职业是怎么个自由法呢兄弟 因为我是搞家装这一块的 自己结了种活 我自己就是说找人做这方面的 生意做得好吗 生意做得不好 全部都亏损了 他毕业后就是想自己开店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 然后找他父母 说服他父母借了几万块钱 给他开了一家奶茶店 然后没过多久 他就和他的朋友一起说要去做装饰公司 店子就有我一个人在做 我根本就经营不过来 奶茶店是谁要开的 奶茶店是他要开的 后来他就跳行了是吧 对 然后你去经营 经营不善就关门了对吧 对 不是 当时是这样子的 因为那个店面是我跟他一起在开 然后我们俩总是在店里面意见不合 我又怕影响到店面的生意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开公司嘛 店面就让他一个人来管 我感觉这样好一点 所以你提出来的分开 对 后来那家奶茶店就倒闭了 那个时候他去做装修公司了之后 然后奶茶店转让了之后 他直接把那个钱拿去投资 又做酒店 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然后就直接拿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就落到 要离婚的地步了 啊 嗯